我现在来到了沈阳站的西广场 西广场工程于2019年5月开始进场施工建设 经过5个月各参见单位的共同努力 于2019年10月1日正式开放 焕然一新的沈阳站西广场 以全新的面貌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沈阳站西广场总占领面积6.8万平方米 其中作为行人集散功能的地面广场 占地3.6万平方米 广场的东侧与沈阳站的站房连通 西侧紧邻镇宫街 主出入口位于水塔的西侧 行人地面广场定位为通行的广场 风格为现代简洁 景观与通行功能结合 并融入雨水处理及海绵城市设计的理念 景观工程主要有水塔广场 树镇广场 阶梯绿地及其他附属立地组成 其中水塔广场根据水塔区域现状自然的条件 并结合与广场的高层关系 设计为下沉式景观入口广场 确保通行功能的同时 采用现代木墙与利尼结合的造景方式 在有限的空间打造出精致的入口景观 树镇广场位于广场的北部 与主要通行路线相邻 大家好 我是星成 我现在在沈阳站的西广场 这边全部都是现代化的建筑 大家看一下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 沈阳站的西广场 一直往前就是西广场的入口处 在沈阳站下方有显示屏 上面是沈阳站欢迎您 在它上方是红色的三个大字 沈阳站下面是英文 作为沈阳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建于1910年的沈阳站 每天接纳着数以万计的全国旅客 然而这座东北第一大站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 古典欧式风格的沈阳站东广场 人流穿梭不断 时尚现代造型的沈阳站西广场 却是门口罗雀 就是人比较少 沈阳站西广场的出口 它是位于铁锡区 南起北四路 北至北二路 这里有车站大楼 公交博位 出租车停车场 普通停车场 非常方便 要比沈阳站灯光场方便很多 而且西广场这里 人和车都比较少 我现在站在沈阳站的西广场上 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一座水泥色的老水塔 这座水塔直径10.6米 容积1200立方米 整体高度39.5米 由于被列为沈阳市不可移动文物 这座水塔就这样在沈阳站西广场 矗立了整整72年 那么大家知道吗 水塔存在城市里最高的建筑 沈阳城市里的水塔 水塔是上个世纪供水设施 承载着给城市和工厂提供生产和生活用水的保证 是城市里必要的配套建筑 由于科技的发展 更方便占地小的危机供水已经取代了过去的水塔的作用 原油的水塔已经退出了城市的建设的需要 现在人们对于水塔的了解已经不多了 在沈阳现存的几座水塔 在城市的建筑群里尤为显眼 它的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已经取代了它的原油功能 沈阳站西广场的水塔 沈阳站改载后形成了东西两个广场和东西两个进出站口 极大的方便了进出站的旅客 这座水塔就位于沈阳站西广场的中心位置 在沈阳站辐射出的几条街道上 很远就能看到这座遮挡住沈阳站几个大字的水塔 在宽阔的西广场上 水塔显得尤为突出和周围环境形成巨大的反差 沈阳站西广场的水塔 它是1950年2月15日开始设计建设 同年12月28日竣工 是沈阳现用老水塔中较为年轻的一座 水塔中部的立柱上相合着ID显示屏 但是在印象中很少见到亮果 水塔底部贴近地面 在立柱间建了阳光玻璃房 沈阳站西广场正式投入使用 水塔无形中成为了西广场的标志性建筑 沈阳站西广场的水塔 它是沈阳海水站水塔 建于1950年由苏联人设计 沈阳建国初期供水设施的代表 也是中苏友谊的载体 钢筋混凝土结构 沈阳站自1896年建立至今 已有百年历史了 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 阿尼亚年沈阳站开东西出口 对于住在沈阳西站的居民 他们乘车真的是方便了很多 出行更方便 更加的便捷 现在就带大家欣赏一下 沈阳站西广场的风光 我现在正宫街 左手边就是沈阳站西广场 这里一直往前 就是铁锡中德装备员 距离中德圆22公里 全新的大马路 双向六车道 路脸旁绿化也是非常的好 地面干净整洁 路上看不到垃圾 非常的干净 干净整洁的街道 绿草喧花交织的公园 发达的交通 无数洞冲向云霄的摩天大楼 完善的生活配套设施 人们安居乐业 构成了一座 沈阵发达城市的基本要素 中国城市建设水平50强榜单 沈阳排名第11位 立压杭州大连 苏州和长沙 东北第一城的确厉害 这几年去过沈阳的都知道 沈阵发展速度太快了 这是一座高楼领域 繁华干净整洁的城市 越来越有国际范 时间过得很快 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星辰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